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在今集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个很合夏天吃的 《玉碎圣瓜煮大蜆》 其实这道菜的煮法可以说是介乎在中式和日式之间 但用这个mix and match的方法 煮出来的味道除了清甜之外 它里面那股咸香味 和今次一起煮的肉类和蔬菜真是很合格 这些新鲜买回来的蜆 如果你不是立即煮的话 就一定要连袋一起放入冰箱 千万不要放在室温中 用水后水或者盐水养住 因为正靠蜆本身的盐份 已经足够令它顶到几个小时了 如果一直浸住它的话 就会令到这些盐份稀释了 反而就会加速它死亡的速度 在正式煮它之前 我们就先用一茶匙的盐开盐水出来 然后就可以放几滴油进去 接着就可以将蜆浸30分钟 让它慢慢自然套完沙出来 最后就将杏瓜去皮和刺剪之后 就可以放在一边留待用 叠菜最后会下的金蒜 如果你很努力的话 最好当然就可以自己炸 炸金蒜在之前的金银蒜蒸圆背条片里面 就会有很详细的讲解 而今次这些搅碎了的猪肉 是需要用少少熟油去腌 在之前 我就已经将一茶匙的生油煮熟备用 接着我们就在猪肉里 放一茶匙的水 再略略将猪肉搅拌 如果你直接落调味腌肉的话 一会煮出来的肉丸 口感就会比较硬 现在把它略略弄松 猪肉在煮完之后 就会淋很多了 搞定之后就可以放一半茶匙的盐 再放适量的胡椒粉进去 接着再放一茶匙的生粉之后 就可以将全部的材料拌均匀 而在这一刻 熟油是不需要下的 因为太早下的话 猪肉就会不入味 当全部的材料拌均匀之后 就可以放一茶匙的熟油进去 用熟油来腌猪肉 比起用生油 做出来就会香很多 搞定之后 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 腌30分钟 在腌猪肉的期间 这边的大蜆都吐了不少沙 因为大蜆的壳 纹路就会比较粗的关系 所以在煮它之前 我们就一定要用刷 将虾纹里面的污脏东西 和细微的杂质都拌均匀 一会儿连壳放汤的时候 就会卫生很多了 跟着我们就再用清水 将残留在壳上的杂质 彻底冲走之后 就可以放在一边备用 以边的猪肉腌了30分钟之后 就可以将它搓成小小粒的肉丸出来 而肉丸的大小 就以不大的粒蜆肉为标准 搞定之后 就可以开始煮了 开了口的蜆 其实不代表它是死的 同样合在口的蜆 也都未必是新鲜的 所以在煮之前 我们就要预先将蜆飞一飞水 跟之前一样 在煮水的时候 就要在旁边准备定一盘冻水备用 当水滚起之后 就可以将蜆放进去飞一飞水 预先将蜆飞水的作用 其一是可以让蜆彻底套在里面的沙 其二 就可以顺便检查下 有没有发臭的蜆在里面 如果不做这个步骤 直接拿去煮的话 一粒不好的蜆 已经足够令到整碟送报销 当见到蜆紧紧开口 不需要将它煮到熟透 就可以立即将它拿上来 再随即放入冻水里面 跟之前的说法一样 立即将蜆降温 里面的蜆肉 就不会透过它本身的余温 而令到它再继续收缩 在这一刻 如果入不新鲜 或者不开口的蜆 就可以把它拿走了 跟着 就可以将猪肉 放入另一锅水里煮至熟透 或者你会问 为何猪肉不是稍后 顺便煮了 因为预先分开来煮猪肉 所有在猪肉里面 逼出来的血水 就会落入一盘水里面 之后再煮出来的汤 就不会混熟了 而这个菜其实还有很多变化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不放胜瓜 转下放金箍 或者放萝卜进去都没坏 过了大约5-6分钟 当猪肉熟透之后 就可以将肉丸拿上来备用 跟着把锅烧热之后 就可以给回适量的冻油 然后就可以将切好的姜丝 和干葱头落锅炒香 同样 当你闻到料头的香味 就可以给大约600毫升的清水进去 当水滚起之后 就可以将2-3包的鲜鱼汤包放进去 煮个汤底出来 这个鲜鱼汤包在日式超市 或者大型的超级市场 就会找到 接着我们就可以转中火 将汤包煮8分钟 慢慢等它煮个高汤出来 如果你不想特意买个鲜鱼汤包的话 简单点可以买现成的鸡汤 甚至是瑶柱上汤来做都可以 8分钟之后 就可以将汤包拿上来 因为蜆本身都有些咸味 所以我们只需要给6份1茶匙的盐 再给多4分1茶匙的胡椒粉进去调一调味 接着就可以先将杏瓜放进去 再用中大火煮至淋为止 3分钟之后就可以先将大蜆放进去煮熟 然后就可以放大约3汤匙的清酒进去 再等汤煮起 因为酒味很容易揮发 所以加酒就要在淋煮之前才加 因为肉丸已经是全熟 所以在这一刻就不需要那么快下 当蜆壳煮开了之后 就可以放在肉丸进去 接着再给半茶匙的榨酸 同适量的芫荽进去之后 这个味道很独特的肉碎胜瓜煮大蜆就能吃 就可以了 以味很白搭的肉碎胜瓜煮大蜆 基本上算是一个很快就完成的送礼 由于今次的汤底是用鲸鱼汤包做出来 再加上汤里面有蜆的鲜味 所以在汤里面的胜瓜 可以说吸收了海鲜汤的味道 再加上新鲜的猪肉 一次过就有齐蔬菜肉和海鲜 你说是不是很丰富呢? 今次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影片的话 麻烦给个like给我麻烦哥 而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大力点按住小铃铛 拜拜